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学习什么 学习球的弱点 当对方在发球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准备 看好他的旋转以后 就要找这个弱点 或者找里面这个弱点 这两个弱点 大家就可以找得出来 那他如果从身边出去 这个肯定是长的 从里面出去 这个球是肯定是短的 我们判断好长短 你看里面出去 而且他动作幅度比较小的 这个动作幅度大一点的 两个球 他都是可以有变化的 是吧 你看这个球长 动作大 这个球力量小轻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没有 你看他的信息都看得出来了 短 长 用我发短的话 我用这个动作去发短 我是发不出来的 他一定动作是小 非常的小 动作大 看他有这种动作 这不出台才怪 他就奔你两边 奔你两边 动作大的 好 这是我们的判断 长短 是吧 长短 跟左右 我们也知道了 你看 当对方的拍面 是这个 这个样子的时候 出来的球 肯定就是什么 斜线 当这个拍面的时候 他肯定就是直线 看到直线 他往直线走了 他往斜线走了 是吧 直线 斜线 那通过判断 球的力 球板的力 还是平 向左 还是向右 我们就知道 球的旋转 跟长短 跟那个左右 长短 看他接触球的 球台的位置 好吗 我们就知道了 我最后 感谢观看